原始,今年年初到我們現場來跟各位說明的那個方案調整之後的差異性 大概是分這兩個部分 那當然今天我這邊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出席的與會的代表 那在我最右手邊是我們這次拆除的得標廠商金站有限公司 那未來在現場任何施工的那個處理 基本上我們都會留下我們聯繫的窗口 那再來是我們建造單位跟設計規劃單位 就是未來我們拆除之後這個廣磁這個停災的園區 這個的綠化跟臨時停車場我們的首席建武師事務所 那接下來最左手邊那個是我們停管處的同仁 他會說明有關我們拆除之後 我們規劃100席左右的停車位未來怎麼使用跟管理 再來是我們社會局科長來跟各位說明有關 未來我們廣磁國外園區未來在興建之後的一些社服設施 那最後是我們林州民民局長 那我現在就把時間先從我們的拆除說明會開始 那先請我們首席建武師這邊來做檢報 好 稍後一下 那個跟各位做個說明明天就是科市長到任整整八個月 一個月以前的昨天我們羅科長說都委會通過了廣磁這個案子 之後呢我也跟很多朋友們包含今天的將要執行拆除的團隊 以及里長以及一些朋友們見面 今天其實主要我本人要代表市府要說明一件事情 7月23號的都委會那天的提案 其實我們經營了一段時間 也就是說各位眼前的這個弧形的建築物 的確是我們在大約六個月以前提出的 這以後都會是我們的工作態度 我們不是帶答案我們帶提案來跟各位討論 這是我們的工作態度 那天之後我們聽到了很多意見 其中還包含在上次的議會質詢的時候 有議員質詢說如果有意外發生的時候 這個園區如果是這個回形的建築物 它沒有一個避難的道路 其實這句話我們都有聽進去 也有人說為什麼只有保護文化局指定的樹保的樹木 現場明明有那麼多很大的樹木 我們也聽進去 所以呢在7月23號的都委會 的確當天坐在旁邊旁聽市的很多朋友們 並沒有對那個案子有熟悉度 但是我們提出來以後 各位應該也可以看到一線資訊 就是委員們很肯定 後來里長啊以及地方的朋友來 我們也討論了基本上也不否定 我說不否定跟肯定有距離喔 我們會繼續努力的做 接下來就是這樣 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團隊一樣 市府的態度一樣 我們是帶方案來討論 因為這是一個社會的資源 我們要好好的用 好我先把時間還給各位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請我們的 各大設計首席建築師事務所來做整辦 謝謝 各位大家好 我是首席建築師事務所 所以 Meyer鵲or就以為一位建築師 來 étaitнить 或許地鐯友